大家好,今天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在莫斯科的郊区叫诺金斯克 上午莫斯科附近的诺金斯克的郊区 当地居民发现了一架坠毁的乌克兰无人机 坠毁的无人机型号是UJ-22 坠落的地点距离当地的花园不远 资料显示无人机里装满了17公斤的炸药 但是无人机并没有引爆 具体原因未知,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也没有当地的建筑受损的报告 对莫斯科的攻击,类似事件2月份也曾发生过 当时一架类似的无人机在莫斯科的科罗姆纳附近的森林坠毁 坠机的原因现在也不清楚 很有可能是无人机的导航系统出现问题 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通过对莫斯科周边的防空系统的测试 增加俄罗斯防空的负荷 现在乌军的准备发动大规模的突袭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方向的防空力量的增加 就会将俄罗斯的防空力量吸引在莫斯科周边 而减少了对克里米亚还有顿巴斯地区的防空 另外一点,俄罗斯方面判断 这次袭击也是对俄罗斯士气的一种打压 降低俄罗斯的居民抵抗的士气 现在俄罗斯判断的最重要一点是将前线 在顿巴斯在克里米亚方向的防空部队撤回到莫斯科周边防御 所以乌克兰现在大规模的对俄罗斯的主要城市 发动这种无人机的袭击 大家知道,乌克兰的准备发动春季攻势 实际上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乌军尝试攻击俄方的后方机场 航空基地总部、野战医院 以及其他直接影响俄罗斯武装部队前线能力的设施 另外,乌军还会使用远程多关火箭炮 还会使用无人机 这种情况下,乌军必须降低俄罗斯的防控能力 包括降低防空导弹系统的集中度 袭击城市尤其是首都地区具有很大的情绪影响力 这种情况下,俄防空系统将转移回莫斯科首都地区防控 削弱了前线地区的防控能力 因此乌军发动大规模空袭 和大规模的进攻之前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地区会成为乌军攻击的重点 那今天除了莫斯科地区以外,在卢干斯科地区 大家看一下 在乌克兰 顿巴斯的多地,卢干斯科地区 大家可以看,这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画面 卢干斯科地区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攻击了卢干斯科的罗文基一个油库 紧急情况部表示 由于袭击,该设施发生减压 随后油罐爆炸 目前火势已扑灭,没有人员上网 那么在克里米亚方向 今天乌克兰还发动了对塞瓦索布尔港的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使用了两架无人机从海上突袭塞瓦索布尔 一架被当地的防空部队摧毁 另一架是自爆 目前没有平民伤亡 塞瓦索布尔是俄黑海舰队总部所在地 两架无人机使用的是云伦无人机 那这两架无人机实际上也是对塞瓦索布尔港 俄军最新的防空进行的测试 那说到乌军的进攻 这个春季攻势 现在在扎布尔方向 实际上乌军和俄罗斯方面都有新的行动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接着莫斯科时间2023年的4月24号 在扎布尔方向 也就是胡里埃布勒和奥利霍这个方向 那乌军已经从波尔塔瓦方向 将重装部队转移到扎布尔方向 从波尔塔瓦转移重装部队 现在俄罗斯总参部军事情报总局的侦察发现 第10军团第116、118计划旅 连同装备 重装备开始向 塔夫里斯基 奥达罗夫卡 那这两个阵地转移 这两个阵地实际上就是未来进攻梅利托贝尔 乌军的一个主攻方向 那么奥达罗夫卡是在这儿 在这个方向 奥达罗夫卡 这个方向 奥达罗夫卡 塔夫里斯基在这儿 那这两方向呢 现在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重装集结 第10军团 第116、118计划师 已经都抵达这个方向 那么他靠近奥利霍卧 也就是说 已经做好了在奥利霍卧方向 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 那么在奥达罗夫卡 奥达罗夫卡这个方向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18旅的自行榴弹炮 以及重装部队呢 包括第2、第3营已经抵达 现在最新的消息 1、2、3营 那么实际上乌军呢 是准备在奥达罗夫卡 沿奥利霍方向 突破克拉马托尔 托克马克 然后呢 进攻梅利托尔 可以看到 像乌军呢 现在已经准备 在奥利霍方向发动 突破 可以看这个箭头指的方向 非常清晰 另外呢 在 瓦西列夫卡方向 卡敏西克 在这个北部地区啊 叫特杰普诺基尔西克 那么现在乌军呢 已经撤离了当地老百姓 我前面节目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方向呢 乌军呢 正在建立新的阵地 当地老百姓撤离以后呢 所有的平民疏散 房屋全部被乌军改装 那么现在侦察发现呢 乌军的海马斯多关火星炮 已经抵达这个方向 而且建立了阵地 128旅的人员 也已经进入到战位 乌军在这个方向 也将发动反击 卡敏西克这个方向 比如说 从奥利霍到卡敏西克 乌军呢 是双线发动对 托克马克 以及梅里托本进攻 这张图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双线 一个是E105公路 一个是奥利霍方向 攻击托克马克 另外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 第71列兵里的突击分队 已经抵达了 蒂尼伯河方向的 辛卡霍布卡水库大坝这个方向 那么沿蒂尼伯河 额侦察发现呢 蒂尼伯河沿岸的乌军 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那么在乌利埃布的方向啊 在这个方向 在乌利埃布的方向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 正在进行大规模集结 那俄罗斯呢 今天呢 对乌利埃布的方向 乌军的一个基点 进行了反击 坐标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乌利埃布的南部 大家看到啊 这个方向 在这儿 在马尔伏皮利 中间这个方向 打击的位置呢 是乌军的军事集结点 以及军事弹药仓库 乌克兰呢 遭到了俄军100毫米 反坦克炮的这个袭击 俄罗斯使用的是MT-12 100毫米反坦克炮 那这次打击呢 造成了乌军啊 集结在这个方向的 一个弹药库被摧毁 乌利埃布的方向呢 我之前讲过 实际上也是 这次春季攻势啊 乌军 像马利波尔 比尔江斯克 进攻的一个主要方向 他会配合在 乌格达尔方向的这个乌军 从两个方向 会向马利波尔方向进攻 所以乌利埃布的方向 也是现在俄罗斯方面 关注的重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现场摧毁乌利埃布 乌军这个阵地的画面 那俄军也发现 乌军在这个方向有集结 而且那有乌军的士兵 还有弹药在这个方向 不断的集结 所以俄军呢 发动了反击 摧毁了当地的弹药库 以及当地的军事集结的据点 可以看 此外呢 普京呢 普京呢 今天呢 也会见了特别军事行动 问题工作组的负责人 安德烈 托尔恰克 普京表示啊 必须确保美国 俄罗斯军人的平等条件 消除支付给 合同士兵和志愿者的 不成比例的情况 一个人对祖国的态度很重要 而不是他属于哪一类 那托尔恰克建议呢 立法规定领土防御参与者 携带和使用武器的权利 完全平等 包括在收入方面 特别军事行动所有参与者 包括动员的和合同士兵 为支持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 及家人的措施 制定统一的联邦标准 对于安全预算较低的地区 有必要提供额外的支持 性假期应延长至 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 父母和养父母 而不仅仅只是妻子和孩子 在计算分配 儿童收入时 不包括战斗奖励 这个性假期呢 实际上就是有房贷 有车贷的这些人 过去呢 可以延长还贷 妻子孩子都可以延长还贷 现在呢 这个托尔恰克表示呢 是可以扩大父母和养父母 另外呢 托尔恰克还表示 将简化主动制造武器的要求 联邦层面呢 将于7月1号 确定为退伍军人节 普京呢 已经接受了托尔恰克的建议 那么波兰方面呢 也有最近的消息 波兰东部的 位于奥古斯托的东北部军事集团 那么波兰方面已经宣布 将很快的进行重建 波兰的副总理 牙采克萨新 他表示 在波德拉谢省 波德拉谢在这 在靠近最危险的 苏瓦乌基走廊附近 波兰军队将组建 东北部军事集团 萨新说啊 这部分的修改 修复将很快进行 那里将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 与其他人一样 奥斯多的部分呢 是自由党直升基金 被削减的 因此法律与正义党领导下的保守政府 准备恢复 实际上早些时候呢 波兰的国防部已经宣布 在科尔诺和格拉耶建立军事单位 并正在与谢米基亚切当局进行谈判 这个地区呢 是靠近苏瓦乌基走廊 苏瓦乌基在这 他是加里英格勒 也就是俄罗斯的非地和立陶宛之间 大家可以看在这个方向 这是立陶宛 白俄罗斯 俄罗斯的这个加里英格勒 苏瓦乌基走廊呢 实际上对立陶宛和波兰非常重要 那同时呢 波兰的副总理呢 表示啊 当局永远不会 因俄罗斯存在而离开波兰东部 波德拉谢 波兰的每一块土地都将得到保护 与同时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总局 报告表示啊 波兰在乌克兰危机情况下呢 准备进行正地缘政治重新分配 以及边界进行重新划分 包括吞并乌克兰西部地区 波兰华沙与基辅呢 实际上已经就领土合并开始讨论 波兰人的寻求通过军事经济 人道主义干预扩大波兰的势力范围 华沙今天的目标呢 与其说是吞并这些土地 不如说是在政治上夺取对这些土地的影响力和权力 以便地方政府终成于 华沙 也就是说在形式上 乌克兰呢 还是拥有自己的国家 但是 是被波兰保护 并受到波兰当局控制 并依赖于波兰 该国的政府呢 将保留其仅有的形式 而华沙实际上控制了 布克兰的西部地区 那么俄联邦对外情报总局的报告呢 还提到 波兰呢 正在制造反俄情绪 那波兰呢 将展现啊 自己是一个成功更强大的国家 以有效能控制一个角落的国家 波兰呢 正在重新 建立自己在欧洲的历史决策 以保护人的身份 免受 东欧地区 包括乌克兰领土 被来自东方的俄罗斯威胁 他呢 实际上成为了捍卫者 那也就是说 现在波兰方面呢 正在东欧地区扩大自己影响力 而且在不断的扩大 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控制 我之前说过啊 这个东欧地区啊 你像立陶宛 波兰 什么捷克 这些国家 波雷特海三国 他呢也是北约成员国 也是欧盟 欧盟的成员 像这个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他和老欧洲 法国之间矛盾是有的 因为法国呢 希望领导欧洲 组建这个欧洲的快速反部队 那么形成对美国的一种反制 结果呢 受到波兰为首的立陶宛 包括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反对 上欧洲内部就形成了两种势力 老欧洲 新欧洲 老欧洲呢 实际上呢 你从马克龙这次访问北京 访问广州 中国这个 驻法国大使 卢沙也的讲话也可以看到 法国是想通过中国方面的发言 来警告波兰 不要再扩张 波兰的扩张和波兰的这个壮大 对法国来说并不是好事 因为欧洲内部会形成分裂 在欧盟内部 法国的影响力将削弱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俄欧战争 俄罗斯这种威胁 对波兰来说 是他扩大自己领土的一个好的机会 所以你看中国的发言呢 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和法国 对波罗的海国家 还有东欧这些国家的警告 我可以不承认你这些国家存在 那么俄罗斯可以什么 可以吞命你这些国家 那么俄罗斯要吞命你这些国家 那么实际上法国方面 中国方面是可以默许的 那么也就对东欧国家 以及欧盟整个内部 形成了一个新的讨论 也就是欧洲内部要讨论出一个合理的方案 来稳定住欧洲内部的团结 不过因为俄乌战争 欧洲出现分裂 所以欧盟现在也在讨论对中国的关系 实际上也是要讨论 东欧国家和法国之间这种平衡 这老欧洲和新欧洲 互相都有自己的想法 法国现在实际上并不想深度的介入到俄乌战争 而向波兰积极的配合着美国 波兰地海三国也是 甚至打台湾牌 那么中国也在利用这个机会 联合着法国对东欧这些国家 像立陶宛波兰 捷克 捷克甚至捷克议长还访问了台湾 对吧 那对他们这种警告 就是你这些国家主权 在历史上 到底存不存在 有没有一部国际法 承认你这国家主权 现在很难说 所以对他也是 这是今天的乌克兰方面最新的消息 乌克兰现在在扎布洛方向 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集结 那么按照俄军事情报总局的分析 实际上扎布洛方向 梅利托布尔 克里米亚 这是乌军未来进攻的一个主攻方向 现在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晰了 而乌克兰并没有放弃发动春季攻势 乌克兰现在正在 国际上一些媒体上发文 说乌克兰没有做好准备 乌克兰的缺少武器弹药 但实际上战场上情报不会骗人 乌克兰已经进行大规模的集结了 它的弹药充足 它在国际媒体上发的一些文章 包括很多的发言 是烟雾弹 是烟雾弹 实际上乌军就是要发动春季攻势 而且很快就会发动春季攻势 我也会持续关注 后期有更多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